立法會三讀通過降低強拍門檻的草案 50年或以上的私樓 強拍門檻由八成降至最低六成半 目標12月中生效 有議員認為能夠回應舊樓業主的訴求 但亦有議員表明投棄權票 現在樓齡50年或以上的舊樓 有大約9600棟不少日久失修 為了加快重建政府修例放寬強拍門檻 舊樓比較多的指定地區 包括長沙環、深水堡、旺角、油麻地 九龍城、土瓜環、西螢盤、上環和灣仔等等 樓齡50至59年 持有七成業權就可以申請強拍 60年或以上一律降低到6成5 其他非指定地區 60年和70年以上的舊樓 門檻分別降至七成和六成五 如果屬於同一地段的舊樓 全部樓齡達到50年或以上 並且達到最低強拍門檻 容許合併計算 包括譬如深水堡、中西區、 一些西螢盤等等 那些舊樓都是殘暴不堪的 也都面對很多業主和我們反映 他們很想去做一個重建 今次的修例都是將門檻降低 讓這個豬頭骨裏面的小小肉 多一點 能夠吸引發展商 有議員投棄權票 原因是我不能夠支持 降低強拍門檻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 但是這個過程一定是不能夠以 犧牲小業主的利益為代價 現行的強拍的制度之下 小業主它是有一個法定的機制 它有權就著強拍的申請 和物業的估值提出反對 而土地審裁處在這個法定的機制之下 是會嚴格把關的 並非是你一達到的強拍門檻 你就自動可以做到強拍 寧漢豪說日後會成立新的 強拍條例小業主支援中心 直接向發展局負責 希望改變社會的負面印象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